新年对话 地方行动 为您据日前抗议国会扩权法案的 轻鸟行动 公民运动能量 立法委员陈素粤语 彰化新衙连线的彰化县议员张兴茜 刘山林 洪腾明 蓝俊宇 杨子贤共同召开记者会 宣布复办因疫情停办的半县新衙青年营 并于今年暑假8月3日至4日 在彰化屯屋自然生态农场举办 主题为青年对话地方行动 并招收中部地区的青年学生报名 以延续青鸟行动带动的风潮 我邀请了几位 目前在整个包括公开的这位节目 或者是在他们的演书上面 都有非常无数一个 或者是说非常重要的名义代表 或者是学者或者是官员 来到地方来跟我们的青年朋友来对话 那我们这次的主题设定青年对话地方行动 地方对国家关心的青鸟 这些年轻人办一个活动 让这样的一个关心地方 关心国家大师的一个公共的议题 让大家继续把这个活动展现下去 那这次的内容非常的多元 有新世代的一个政治的工作者 也有在立法院扩折对民主奋斗的立法委员 以及社群媒体的工作者 以及有务事大 内容非常的多元和功夫 那邀请各位有这一口的青年朋友 共同来欢心彰化 共同来奋斗 也邀请到了 就是去年参与台中市第三选区立委 也是现在的行政院副发言的谢子涵 还有辽力县议员 我们的文权议员 还有台中市施志超议员 这三位的贵宾也会来向学员分享 他们第一线 他们第一线的政治工作者的实务经验 并以不同的角度来切入探讨 地方这里的困境与解放 我们立法院的沈柏洋委员 沈柏洋委员大家都知道 他是护民主反破权的立法委员 那我们也知道说 其实现在不管是地方的产业文化 还是说我们的社群 其实都充满着我们的渗透的一个浪潮 那我们透过沈柏洋委员 来跟我们的年轻学员来分享 其实地方政治中有许多我们统战的危机 那也透过我们公民年轻人的角度 我们一起来探讨我们一些 我们台湾我们顾台湾民主自由的一个 相关的一个议题 四十位的大学生 然后还有高中生 然后我们优先要录取的是 包括我们中处地区张大县 台中市云林还有南口的 我们有在在籍的或者是在校的学生 这是我们这次要优先去录取这个对象 然后这次的活动 两批一的活动我们是不收费的 所以不只是鼓励说 我们中处地区的这些青年学子 我们学生或者说一些青年好朋友 可以一起来 一起来参与我们这个青年营的活动之外 我们也希望说 透过我们青年这些学员的交流 其实我们可以把青年们的一些想法 跟我们地方治理的一些不同的概念 我们可以把它取栽 透过这一次办理我们的青年营的活动 让我们更多的年轻人 能够投入我们社会来造就 我们社会的一些活动 让新的年轻人能够参与我们的活动 新年对话 地方行动 地方行动 新年对话 彰化人彰化是新闻记者林明佑采访报导 每个人都 accomplish 新年来的未经许 青年难工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